长劫轮回 鬼母的悲伤 尊者说 刚刚入城时 在城门下我看到一鬼子 就是鬼道的小孩子 小孩告诉我 母亲为他入城乞讨食物 已经过了五百年还没有出来 请我入城后 如果见到他的母亲 跟他说孩子饿得很苦 快要昏死了 请他赶快出来 尊者进城见到了鬼母亲 就跟鬼母亲讲 他的儿子很饥饿 很苦的事 鬼母就说 我进城来已经五百年了 要找一口痰都不容易 尤其我刚生产不久 身体很虚弱 即使遇到一口痰 也被其他的鬼抢走 刚刚好不容易捡到一口痰 就要带去跟我的儿子一起吃 可是城门下 有很多大力的鬼神 我不敢出去 请尊者带我出去 于是尊者就带这个鬼母出去 跟他的鬼子吃了这口痰 尊者又问鬼母 你出生到现在多久了 鬼母答说 我出生到现在 已见这座城七成七坏 也就是说 这城七次毁坏 又七次被建起来 可见它堕入轨道时间之长久 尊者因此想到轮回之痛苦 与长久 不禁悲愁 转世的乌鸦 后来尊者又见到一只乌鸦 尊者说 远在九十一节前 有位佛陀出世 叫皮婆师佛 我当时出生在一位长者之家 长大后我想要出家 如果那时能跟随皮婆师佛修行 是能够证得阿罗汉的 可是父母阻止我出家 说我还没有结婚 至少要娶个媳妇 才让我出家 结完婚后 父母又说 还没帮他们生孙子 等到我的孩子已经六岁 我想出家修行 父母让孩子抱住我的大腿说 爸爸 如果你要舍离我出家 不抚养我 不如把我杀死才离开 我因此动了联系之情 就跟孩子说 我不离开你了 要一直把你抚养长大 跟你在一起 就这样 九十一节以来 在六道里面辗转轮回 一直都没有见面的机缘 今天看到这只乌鸦 原来 它就是我九十一节之前的孩子 怜悯它的鱼吃轮回 不知不觉 就苦笑出来 所以 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就永远在轮回 再深爱的亲人也会离散 即使见面也不相识 就像乌鸦并不晓得 眼前这位罗汉 就是他枉劫以前的父亲 罗汉虽然晓得 这只乌鸦是他的孩子 也没办法救他 因业力障碍的缘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